大家好,我是小橙子 今天的晚餐做了三个下饭菜 土豆片炒五花肉 包菜粉丝 还有一个酱香茄子 首先先把这个干粉丝 用冷水提前泡半个小时 然后把土豆和五花肉 也切成这种薄薄的片 待会好炒 粉丝泡好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提前可以放一些生抽 和一些食用油给拌一拌 这样待会炒起来比较入味 这就是拌好的粉丝的样子 放一点油 先把土豆片给炒一下 之前我做土豆片炒五花肉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土豆片会容易的断 后面我发现 提前给它炒一炒 效果的话会比较好 然后锅里的话再牛一些油 把五花肉给放进去煸炒 一定要煸的这种焦香焦香的感觉 把它的油脂都全部给煸出来 这样吃起来不会那么腻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菜籽油来炒的 提前盛出一些肉出来 待会放在粉丝包菜里面 然后放上一些生抽和一些老抽 今天这个老抽好像倒多了一点 大家倒的时候可以少倒一点老抽 不然颜色的话就像我这样有点深了 就没那么好看 然后用大火一直给它炒炒炒 炒到有点干的时候 可以放上一点点的水给喷一下 一直开大火给它稍微焖煮一会儿 把土豆片煮熟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一些盐 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土豆的状态 喜欢吃糯一点的就可以久煮一会儿 最后出锅的时候放上许多的葱花 这样子在一起给炒下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是一道超级下饭的菜 土豆片炒五花肉 接下来就是包菜粉丝了 包菜给它切成细丝 这样炒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熟 稍微断剩之后就把开始的五花肉 还有粉丝给放进去 因为这几个菜都是比较容易熟的 包菜切得比较细嘛 粉丝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熟的一道菜 就给它翻炒之后呢就可以盛出来了 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要炒得太粘锅了 有一点粘锅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盛出来了 最后一道菜是酱香茄子 茄子的话呢 今天我打算用比较多的油去做这道菜 因为茄子它比较稀油嘛 然后放多一点油的话去炒出来就会比较香 如果不想吃这么多油的话 就可以提前把茄子给蒸熟 或者是锅里面补饭油 先把茄子给稍微炒一炒 最后的话就放上一些黄豆酱 你也可以放上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酱料 这样子来做一个酱香口味的茄子 这是一道超级超级下饭的菜 放盐的时候就可以稍微少放一点了 因为酱料本身也是有一些咸味的 最后出锅的时候就撒上一些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超级香的一道料理超级下饭 最后一道菜茄子 风味茄子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晚餐 酱香茄子 还有五花肉土豆片和一个包菜粉丝 这个粉丝的话我觉得它是既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菜的一道菜 今天晚上如果不吃饭的话 就这样子吃这三道菜都是很满足的了 还有土豆和薄薄的这种五花肉 吃起来焦香焦香的 最后茄子也是很入味的 这三个菜可以放在一起这样子拌着来吃 有一点像吃早餐的这种炒米粉的这种口感 好 好